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也曾经多次的重金礼聘他赴日传授这门技法 但他坚持这门技艺必须要留在台湾 这股传承的信念比墨还要浓 用一身玄秘的拼劲专注致末 全台集存的手工致末大师陈佳德 15岁拜师学习技法 从此致末的一双手从未停歇 而将近一夹子的老致末厂 至今人每天上午1点准时开工 这咖啡最好 因为不要喝过才好 我们一般喝不喝才好 首度对外公开最新研发的咖啡沫 陈佳德的眼底尽是骄傲 其实早在民国77年 他就已经扣着独具特色的墨香 成功打败大陆的低价墨清晓 事先以牛皮胶 松烟煮制的墨团 半成品送上点墨机 撒上适量的咖啡粉 随着滚轴温度的上升 软化的墨团从另一侧缓缓流出 得赶紧再送进滚轮反复碾压 可是现场也飘散出阵阵香气 咖啡味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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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调香师般 撒入适量咖啡和摄香 调整香气 同时还得刮除侧边的沾黏 避免墨团溢出滚轮 影响机器的运转 期到十字的反复碾压 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 重达五公斤的铁锤锤打 打出空气 释放焦力 让墨团更为扎实紧密 也增加柔软度和延展性 因为接着还得持续揉捏 避免墨团冷却变硬 靠的则是工作台下方的火炉 炉墨团要用的 炉墨要用的 炉墨要用的 炉墨要用火炉 这么烧会起来 不然没办法 那会比较柔软吗 对 这个烤焦 不然它的墨团原料马上硬起 一手烤焦 所以我们做一些烤焦 投资或是刀 我都没去这家 有来参观 他们也说 我们也认为 做生日子的呼吸 現在科技你要用 用雞雞 用雞雞不行 人家不想接受 沒目的人家不想接受 也難怪會被嫌慢 因為接下來的工序更是耗使費力 幾一塊寫給他們 使用雞雞 我都不期待 你長得平衡 讓它越油越薄 平凍也是好 平凍是耳朵 我只能摘 在這裏 這裡有特色的造草 的金 一條一條的揉光是這個動作 平均每天就得反覆將近70次 差不多67條 對折磨者來說最磨人的還不只是耗費禮器 當然是不會的 要看你工作有沒有耐心 沒有耐心你就沒有辦法做幾天就走 是因為太累還是說 累 太累 累的年輕人沒辦法 沒辦法吃苦 為什麼前台灣衛衣 這就是沒辦法 沒辦法 揉好的墨條 接著送上黏筆紙做的吊床 24小時初步的定型 隔天才能一一穿口 一缸線多條並成一串 懸掛鷹乾 這還只是不用入模的墨杵 常見的傳統方形墨條 則得放入木模 透過槓桿原理的壓閘椅 壓成方形也壓出特殊紋路 15到30分鐘的初步定型後 才能進行修邊 一刀一刀的將墨條的邊框修齊 送上竹製篩盤 長達一個月的鷹乾時程 避免水分揮發後 彎翹變形 每天都得細心照顧 要鷹乾的時候 就是你要照顧 每一天有時候順兩次 有時候順一次 看天氣就對了 天氣比較冷 它翹快快 看著翹就是要翻面 看在多數人的眼裡 光是這兩種 就已經夠麻煩的了 但陳佳德不甘於一成不變 作品可說是千變萬化 跳脫黑色框架 金的紫的都難不倒它 甚至還有打破金式紀錄的 世界之最 這麼漂亮這麼大的墨條 這就是我發現 可以做到這支這麼大 因為它的困難 也做到它的技術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 50公分的長度 不只是成功挑戰世界紀錄 也讓陳佳德在民國92年 一舉拿下全球中華文藝新傳獎 還因此激發出大勢的創作靈感 而新傳獎的肯定也讓陳佳多年的 製末廠跟著熱鬧起來 鬆煙就是我們鬆樹燒起來的那個點 像柱子那麼大隻 鐵又會燒 不要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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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壓下去 因為現在多數的小朋友 都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做文房世寶 對 所以我們就想說 帶小朋友來體驗一下 然後讓他們知道說 以前古早的時候 那個文房世寶是什麼東西 然後像這種傳統長葉 他們是怎麼樣製作的 多數人都是從新傳獎開始 注意到陳佳德的莫寶 但追隨大師多年的書法家 更是不計其數 在國中任教國文 從事書法教學超過三十年 寫的一首好字的林秉文 最清楚大師莫寶的無可取代 因為我們寫作品最怕說 我們作品寫完之後 那如果擱置一段時間 如果我們要頭上的來保存 就會有一些重駐 這一張作品 我因為某某的關係 所以它有那個香味 它有香味 然後再來就是我表裝之後 就可以長久的保留下來 所以它的價值就在這裡 林秉文接著有了更貼切的說法 他說做人要實在 跟做莫一樣 他其實他的為人還有他的人品 真的就跟他的莫是一樣的 都是踏踏實實 道道地地 所以我覺得用他的莫 有一種實在感 其實珍貴的不只是陳佳德手中 全台唯一的手工赤莫技法 還有老芝莫廠裡的芝莫模具 少則超過五十年 多則有著百年歷史 儘管已經老舊斑駁 甚至傷痕累累 但每一件模具都是唯一 會 現在台灣也沒有 沒有人會做這個 也是會做壞油就沒有 這樣也是會煩惱 好嗎 儘管已高齡七十三歲 身體硬朗的陳佳德 至今仍三百六十五天 不間斷地持續至末 過去被問到傳承問題 陳佳德總是這樣回答 小兒子陳俊天則坦言在這末長長大的他 成長過程的負面回憶 回家幫忙這件事一度讓他非常排斥 有時候功課沒寫 被老師打 老師說 我說沒有回家幫忙 家裡的工作 怎麼可能每天這麼忙 我都撞到十一二點就沒寫 沒寫 沒寫 沒寫你去掙 你去掙 寫你去掙 快逗用 知道民國九十二年 父親得到新船獎 原本從事汽車零件業的他 才決定繼承家業 只是隨之而來的壓力 卻超乎他的想像 剛開始不覺得 奇怪 怎麼越講越不對勁 什麼對不起國家 什麼東西啊 我做個墨 跟國家怎麼扯上這種關係 就會覺得說 學不好也不行 你學不好你看怎麼面對這些人 出去也被罵死啊 人家不會講 人家只會說你不能這樣 因為要傳承的不僅僅是家業 也是在台灣幾乎快要失傳的傳統工藝 事情自然不是想像中的簡單 初期做出NG品也是常有的事 剛學的時候 推了整個把這個旁邊整個剪掉 會很離譜很難看 一次兩次有藏藏 我就會把墨藏起來 等我下一次 再蒸的時候 蒸軟的時候 趕快丟進去裡面蒸軟 趕快點墨鏡點一點 他就不知道了 但也因為親身體驗 做兒子的也才終於體會 父親過去多年的辛苦 甚至原本少有對話的父子兩人 關係變得緊密 很少講話 禮拜可能講不到十句 尤其是吃飯了沒有 不要太晚回來 因為 開始這兩三年在學 做末的過程 都會比較問我說 你出去外面很冷 穿衣服 就會變成這樣子 會比較會關心 對 陳俊天也才了解 做事嚴謹的父親 其實也有顆赤子之心 牆上陳家德 專程從文具店買來的偶像照片 就是最佳證明 而第二天的採訪 看見我們為他準備的偶像寫真 更是讓他露出孩子般的神情 真的蠻不錯的 我喜歡 我說他唱歌跳舞 一步一步 他說好快 唱得好快 跳得出好快 這樣我們看就沒有了 後來還有幾百年 摸那些什麼電視我都會看 我都會看 這真的好棒 這我留起來永遠做資源 也許就因為這樣的同心 讓陳家德總是能出其不意的 在傳統的製末中玩出新意 而始終保有的那份單純 和心無旁物 也讓他得以堅持專注 守住傳統 手工至末超過了一甲子 陳家德卻一度不想要傳譯給兒子 就怕兒子要跟著他吃苦了 直到他拿到新傳獎 傳承就成為了一種責任與義務 現在這股末香還要繼續流傳 下一段節目當中 我們要帶您來到玻璃之城新竹 去看看這位玻璃工藝大師 他是如何邀請下一代 一同踏入這個令人最新的繽紛 當你對藝術的熱情 反過來灼傷了自己 這條創作之路 還能夠勇敢走下去嗎 在台灣著名的玻璃之城新竹 有著一位玻璃工藝大師邵曾漢 一開始是因為退伍後要討生活 但後來他卻一頭栽進了 這個七彩繽紛的玻璃工藝世界 2000年的時候 因為一時疏忽火爐爆炸 造成了他全身36%的二度灼傷 而這條漫長的復健之路 他走了六年 才漸漸地恢復行動力 邵曾漢說 雖然玻璃工藝讓他差一點丟了性命 卻也是重新讓他找回了 對生命的目標與熱情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 浴火重生的故事 高溫火烤 空型玻璃就像變魔術 經流大師邵曾漢橋手一拉 輕鬆塑形 可以實習長條也可以變成螺旋狀 玻璃熱素適合製作飾品和小型盆栽 玻璃大師邵曾漢從25歲開始接觸玻璃工藝 迄今已有35年 光是我現在在燒的這個動作 可能就要學好幾個月 學徒熬成屍 玻璃工藝看似簡單 但其實魔鬼藏在細節裡 光是這個空心吹漬 不能有任何猶豫 得在短短兩三秒內並行完成 一剎那就要給它成型 要不然的話就沒有辦法再繼續 做出來的東西就會 應該說它就不會說很流暢 空心玻璃燒製要注意的小細節很多 但這座彩色玻璃學問更大 各色玻璃條在高溫塑形前 必須先在鐵板上火烤預熱 避免突然高溫導致爆裂 另外不同種類的玻璃棒 也不一定能夠製成同件作品 玻璃棒和玻璃棒之間 譬如它的收縮是百分之八十 它百分之六十 那一個縮得比較多一個縮得比較慢 那它就很容易裂掉 從溫度控制到玻璃均勻受熱 少尊漢撩落執掌 玻璃對它而言不僅是生活重心 更是改變它人生的重要轉類點 一千度高溫燒製出 晶瑩剔透的天鵝 少尊漢的玻璃人生 就是從它們開始 這個天鵝當時我們做大概 差不多五十秒一隻 那一隻可以賺大概 這個天鵝還利潤還更好 是它可以差不多賺到十二塊錢 工資十二塊錢 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 外面的薪資大概也不過是 大概三四千塊吧 我一天我就可以做一個月了 蘋果六十八年台灣經濟起飛 玻璃產業正萌芽 邵尊漢看準玻璃製品利潤高 決定拜師學意討生活 漸漸從中獲得成就感 開始嘗試製作較細緻的玻璃工藝品 從玻璃燒製到學會流離陀辣 更進一步創造玻璃化 為了讓玻璃的顏色更豐富 它在高溫一千三百度的乾鍋窯爐裡 加入新的氧化物 卻因為一時疏忽 造成無法挽回的火燒意外 應該有點類似像散燃的概念 散燃就是東西丟進去它突然散了 加熱它突然噴出來這樣子 那這種濁傷是很可怕的 這大概就是在那一兩秒鐘的時間 這一段路程很長而且變化很大 真的也不敢去想 簡單講就是假如再來一次的話 我寧可不活了 很辛苦 十五年前一把無情大火 幾乎毀了邵尊漢 他全身36%二度濁傷 臉部燒毀 手腳也無法自由活動 本來是手是一個手指頭 是兩個手指頭的粗 那是很可怕 幾乎手整天都是這樣子張開的 後來就因為不斷地做手術 把疤慢慢地去掉 應該是說他做一次手術 就是會改善一點改善一點 那幾乎大概三 我印象中大概三個月做一次吧 玻璃創作讓邵尊漢 失去正常人的外表 卻也因此讓他找回雙手 做完手術以後 你勢必自己要去彎嘛 要去握拳 要去動 那我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動他 所以說我就恢復得比較好 大概現在已經恢復到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了啦 幸運的是他的雙眼視力 並沒有被大火奪走 失去的嘴 鼻也進行 重建手術找回 但其他受傷的肢體 就得靠自己努力慢慢復健 這段辛苦的復健路 整整花了六年時間 每當他陷入低潮 就會到海邊散心 將所有痛苦寫照訴諸化作 那個時候是我出工作意外 那一段時間 那就因為我們家離海邊很近 那就會想說到海邊去看一看 他看了感覺上心情會比較好 一把無情火在他的皮膚上 留下難以抹面的傷痕 更是心裡揮之不去的夢魘 不過依舊交不息 他對這份工作的熱愛 其實做玻璃它有一個 很迷人的地方是說 你每在做一件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種未知處 燒成功的你會很喜悅 因為我那時候受髒的時候不方便 其實鑄造的部分 它有很多的部分是 可以很安靜的 可以很慢慢的去修飾 對火心生畏懼 邵遵漢轉作流離陀辣 藉由藝術的力量 找到人生光明面 將悲憤化為力量 他的創作靈感 從原本生活經驗 轉而激情山水作品 綠色流離 刻畫出台灣樣貌 長出葉子和花朵 有落地生根的寓意 還有高聳的山丘 漂浮著朵朵白雲 每件作品都呈現出 受尊漢對這塊土地的真情 你是一個東方人 你做出來的東西 就要有東方的風格 那你有東方的風格 人家才會欣賞你的作品 你假如說你一直 一味地追求西方式的風格的話 其實就是沒有風格了 從傳統中找尋創新元素 玻璃工藝不再拘泥制式 多了個人風格 更能真實呈現創作者的心情 做玻璃這個真的就是手工啊 機器不容易取代 所以說它就有一個門檻 要花很長時間去練習 當然門檻越高學的人 當然他可能就沒那麼大的耐性 玻璃師傅的養成絕非一朝一夕 如何不讓人才面臨斷層危機 邵尊漢十年前決定走入校園 傳承玻璃記憶 就算下著輕盆大雨 也教不習邵尊漢的教學熱忱 這天下午 他來到新竹副理國中上課 傳承記憶 培育人才 同時兼顧學生的創意發想 邵尊漢課堂上不限制學生做作品 任憑他們天馬行空 發揮想像力 看起來還滿好玩 但是小時候還滿怕活的 對啊 就是覺得應該去嘗試想像 而且要有耐心 才能做出想要做的作品 好 你現在這個黏上去以後 稍微給它等一下 不要太快 在老師們細心指導下 學生克服心理恐懼 找到對玻璃創作的信心 但畢竟燒製玻璃 屬於高溫高危險性工作 一不注意就可能燙傷 忘記夾東西燙 然後就腳先去夾到 然後玻璃就夾到手 避免意外發生 上課前學校會請護理師 講解燒燙傷如何緊急處理 在最安全的環境中 讓學生學習傳統記憶 從這個課程有時候看到孩子的學習 有時候是會感動的 因為有幾個孩子 平常他們是很調皮的 從這個孩子在學習的過程 你就看到他眼神 那投入的情形 就會讓你感動 說改變怎麼這麼大 玻璃技藝讓學生專注力集中 更重要的是 他們在燒製過程中 必須學習如何面對失敗 就整朵花掉在地上 就只好重新再來過了 會不會那時候覺得很沮喪 就很心痛 有曾經想放棄過 可是我覺得 既然你在這裡 你選擇走這條路 那應該就算怎麼失敗 都要站起來 失敗並不是結束 只要提起勇氣繼續創作 就能獲得更多成就感 也能從中了解 書本上沒教的知識 這個蘋果 它超難燒的 它要 因為它是變色玻璃 它是靠溫度 可能 它是微溫然後會變紅 可是如果 放在預熱爐太久了的話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黑色 所以這個紅色很難得 在這群學生們臉上 邵尊翰看見滿足和期待 也從他們身上學到 難能可貴的創作靈感 他們在做的時候 曾經有過一些 像類似我們年長的 很少去看 現在當下的卡通的一些造型的東西 當你去看到他做那些卡通的時候 你也會去找那個資料 那無形中 你會回覆到以前那種年輕的心態 用那種角度去看那一件東西 教學相長 邵尊翰對創作的執著和滿腔的熱情 透過教學傳遞下去 回到工作室 邵尊翰又開始忙碌的創作 因為不用直接碰到火 現在他的作品 都以流離脫辣為主 將結塊的蠟溶解 再倒入模具裡 透過機器 把裡面的空氣沖出 再關起來 他要先卸壓 擺放20小時冷卻後 將蠟膜拿出 邵尊翰不僅是創作大師 更是台灣少數 能做出防骨流離的專家 很繁複啦 而且不會說像一般的商品 它可以量產大量生產 這沒辦法 我們可以從一些 那個象形文字裡面 去找這些資料 所以就算你在防骨面 要學象形文字 對對對 你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 為了打造擬針的流離防骨品 邵尊翰涉項形文 對照真品拿出工具 細細雕刻 像這個東西 它就是平的 那我們就把這邊修好 挖下去 雕刻完成了蠟膜 經過兩次複雜的灌膜程序 最後倒入液態玻璃 經過10到30天左右的高溫搖燒 就能呈現清澈透亮的作品 替玻璃藝術 注入新生命 擦除新火花 邵尊翰不向命運低頭 浴火重生後 從作品中找回自信 再一次點亮人生 邵尊翰對藝術的熱愛 讓它面對人生的挑戰 也可以勇敢地跨過難關 在下一段節目當中 繼續我們要帶您去看到 這顆小小的蛋 是如何點燃了一位 水電師傅的創作火花 休息一下 歡迎回來 一顆小小的蛋 如何雕琢出一個大千世界呢 在彰化有一個蛋雕達人 簡長順 他原本是一位水電師傅 但卻意外發現了蛋雕 帶給他的無限可能 他曾經在一顆鴕鳥蛋上頭 樓空雕出了一百條龍 上頭的姿態神態 都是各有千秋 而這個細膩的功法 就像是古代皇室典長的真品 在這驚人的創作背後 卻也曾經鬧出了家庭革命 簡長順為了從事藝術創作 四年沒有收入 渣人聯合起來 反對他走這一條路 唯獨他的妻子施美華 獨牌眾議 扛起了養家顧孩子的責任 讓丈夫可以安心的創作 他的丈夫不懂浪漫 卻以畢生所學淡雕 雕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小夜燈 上頭有一把銅鏡 一雙小鞋 象征夫妻銅鞋到老 像這種顏色我們要刻服掉 刻起來它可以打出它的層次 很漂亮 下蛋的地方是在泥沼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都黑黑的 黑黑的有時候你搓搓不乾淨 所以一定要用這個沙紙把它刷乾淨 蛋雕達人簡長順 以無比專注的眼神聚焦在小小一顆蛋上 他的雙手布滿粗茧卻靈巧輕盈 可會出世外桃園般的大前世界 很清脆 在這狹窄的工作室 時空仿佛靜止 35年來簡長順 歷經無數次失敗和折磨 終於找到方法 賦予淡雕不朽的靈魂 從食物變身成 震驚世界的藝術品 剛開始我們是刻字 刻一個字 然後把藥的留起來 其他的去掉 這個叫做糊雕 刻的差不多了 這個可以打出層次 開始研究 刻山水 刻一些人物 可以打出他的層次 是這樣一步一步延伸的過來 來到簡長順 位於住家二樓的工作室 稀奇古怪的作品 令人嘆為觀止 乍看還以為自己誤闖 爭其展覽館 燈光一打下來 鄧雕作品各個變成耀眼巨星 有細膩山水畫 有花卉 蟲鳥 臉譜 甚至是鏤空複雜的典雅圖騰 很難相信一顆蛋 竟能如此千變萬化 我朋友那頭鳥廠提供給我 放在家裡差不多三年 然後我在創作的時候 都有一種習慣吃點心 吃那個哈密瓜酥 它那個有那個哈密瓜的圖片 吃吃吃讓我啟發 如生的哈密瓜 但製作過程可不簡單 從開始慢慢先去構圖 不好然後重新把它擦掉 從這個基本的慢慢開始 刻到最後再修飾 才是買真的哈密瓜回來看 才開始定局說 已經完成再把它上色 所以這一顆你看看得像真的哈密瓜 61歲簡長順有顆赤子心 它豐富醇厚的人生歷練 也反映在作品上 暱稱為螃蟹樓的淡雕 質樸可清 取材自彰化農家的在地題材 雕琢出竹樓般的藤編材質 虛實交錯 鬼斧神功 李虎花瓶則優雅如故宮的青花瓷 瓶口會有復古雕花 瓶身露空 香著藍邊 萬龍奔騰 煞事貴氣 每一件作品說真的啦 都是我的血汗滴出來的 等於說像催生兒子女兒一樣的東西 都是精華在裡面 因為從一件作品一個蛋殼 需要花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甚至不小心手各道流血 有時候夏天整個自己關在工作室 很悶 滿頭大汗 所以這種血汗滴出來的東西就是有生命 舉凡孔雀蛋 憋蛋 麻雀蛋 抹麵鴨蛋 白露絲蛋 鴿子蛋 土雞蛋 就像後宮家裡還肥厭壽 他一生懸命 甘願將歲月奉獻給蛋雕 每件作品都是寶貝 有錢也不見得肯割愛 有趣的是 簡長順本來是水電師傅 年輕時搞怪叛逆 和蛋雕結下不解之緣的起因 竟然是聖誕老公公 當然我這個是近年古怪 對一些東西很喜歡去嘗鮮 像我記得早期老師教我們做勞作 就是做聖誕老公公 就把這個蛋全部掏出來 洗一洗就可以做聖誕老公公 我那時候心裡在想說 那還不簡單 這是簡長順和蛋雕的第一次 請你接觸 26歲時 他從植物盆栽當中的蛋殼得到靈感 該怎麼利用這些雞蛋來創作呢 讓他熱血沸騰 啟發我的靈感就開始去研究 蛋清蛋的怎麼掏出來 怎麼去把它雕刻 當然這一段時間是花很長的時間 那時候是月雨差不多10年 10年的時間慢慢去把它摸索 好 太晚了 邀請一下吃點心 好 感恩喔 這麼好 對啊 這麼辛苦 太太施美華是簡長順創作之路的 堅強後盾 把時間拉回35年前 簡長順決心辭職專心創作 差點引爆家庭革命 長達四年沒有收入 小孩又剛出生 養家的沉重責任 全落到太太肩膀上 有時候出門了 看看已經都沒有錢了 也不好意思開口 他知道嘛 那陣子都沒有收入嘛 真的存款等於零 多多少錢會拿一些給你 你要外出嘛 比你出去這一趟你需要 車子要加油啊 要吃飯啊 能不能賣錢拿回來不知道啊 就是偷偷的塞錢給你 不能對不起他啦 有時候也會啦 也會覺得自己很委屈這樣子 我就想說 別人都是這樣 有老公幫忙 我就是靠我自己一個啊 對不對 想起來也是會難過 剛開始投入的時候 真的是一點收入都沒有 只有靠我在上班而已耶 那時候真的很 覺得很苦耶 覺得很苦 太太的辛苦和包容 建長順感激在心裡 更化為創作的動力 為了家人 他一定要做出點名堂來 他可能就是 一整天都沒有出門 就是躲在他的工作室 就是一直做到他 覺得有一個程度 差不多可以休息 然後才會出現 有了太太的權力支持 建長順過了好幾年 祝福夜出 日夜顛倒的淡雕生活 有時將自己關起來 一整天不吃飯 如同著模一般的 瘋狂創作 單人嘛 單人也不輕彈 就是把這個心酸 往肚子裡面吐 自己想說 當然有一天我成功 我一定會告訴大家說 我老婆多辛苦 有一天他就想一想 就拿出來說 我現在創作了什麼什麼什麼這樣 哇 好厲害喔 怎麼創作這麼多不同的蛋 蛋殼或創作這麼漂亮的東西 真的是不可思議 我最喜歡他那個 就是百步天龍那個 那個實在很漂亮 令施美華驚艷不已的 百步天龍 是簡長順送給兒子的禮物 上百隻蛟龍騰空飛起 採露空雕刻 每隻龍的神情活靈活現 眼珠細膩傳神 本來以為丈夫只是玩票性質的施美華 看到成果後深深替丈夫感到驕傲 我是覺得說辛辛苦苦這樣的復甦 總算有代價 也覺得很安慰這樣子 對老一輩人而言 婚姻就像一顆顆的蛋雕 壞了要修理重製而非丟棄 簡長順不懂浪漫 卻偷偷替太太製作一份專屬禮物 蛋雕小夜燈 上頭刻了一面銅鏡 一雙繡花鞋 取其鞋音 銅鞋到老 感謝太太這輩子的照顧 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兩個是銅鞋到老 送那一個真是也是很開心 簡長順常說夫妻同心 蛋殼也能變黃金 三十多年的婚姻 靠著互相珍惜歷久彌心 現在兩人當了阿公阿嬤 感情反而比年輕時更好 簡長順的女婿兼學徒賴慶紅 個性勾矣 簡長順也大方 把畢生絕活都交給他 所以第一型 像這種蛋 大部分都是中年級生的蛋 你知道中年級多大嗎 知道 一般級牠說養六個月 開始下蛋 下的蛋很小 那叫出生蛋 叫處女蛋 然後慢慢九個月以後 就慢慢開始成型 差不多這麼大 從挑選雞蛋開始 狀態不好的蛋 表面凹凸不平 多半是年紀大的老母雞所生 還有些雞型蛋 表殼萎縮 就算處理後也很難創作 甚至表皮長出黴菌斑點 看起來相當嚇人 你看上面還有一坨的 這是大便嗎 這不是 這也是蛋殼大的一種 要怎麼搞 表面 表面狹 長出來的 所謂公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一排看似不起眼的雕刻刀 是簡長順為了蛋雕自己磨的 厚一點的刀片刻駝鳥蛋 薄一點的刀片刻雞蛋 尖銳的鉤子 則可輕鬆將蛋殼給挑起 很多人說 老師你刻這個雞蛋 那個刀是不是很利 我示範給你看 不會受傷 你看這個刀利不利 但是我有辦法刻蛋 其實它是一個技巧 我們是從物切割法 從物這樣一直刻讓它穿過去 由於蛋殼又薄又脆 挖洞時得使用巧勁而非蠻力 各種奧秘就在於轉蛋不轉刀 你比較一下子就是像刻木材一樣 要把它刻很深 沒辦法 這反正會失敗 因為你看雖然蛋殼薄 但是有人講那個卡卡 卡卡你撕裂的你如果沒弄好 你要好一點 對 很難撕裂 因為它很遠 那我覺得左手又要抓住它 又怕把它捏破 右手又要在這麼遠的平滑面上施力 又怕它會飛出去 然後又太小力它又不理你 所以像剛才這樣子不小心 它就破一個洞就裂開了 就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每一個步驟 每一個關節都要很小心 最後在側邊戳個小洞 深呼吸一口氣 使勁再用力 才能將蛋清蛋黃從洞口吹出來 讓蛋的內部清潔溜溜 我們現在水 用氣汙滿的水 手按住這個洞 這樣讓我們自然的沖狀 沖狀以後 那從我們這個小洞這裡 把這個吹出來 每顆蛋都得經過 好幾次重複洗滴 加上使用特製刷子來清潔 再防腐鷹乾兩個月 才能開始雕刻 光是這個準備工作 就極其費時 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 細心和信心 俊長順曾引蛋殼碎屑 貼出自己的座右鳴 努力不一定會成功 成功一定經過努力 說明蛋雕能磨煉人的心智 並不為過 左手只是拿蛋 右手拿刀 所以撐起這樣 抓刀子 所以整個力道的控制 都在這個手指頭 所以你看這個手指頭 這五隻特別的厚 刮傷度都少少 因為像這個就碰趴 這雙手因為堅實而偉大 因為夢想而受傷 拿著雕刻刀的簡長順 卻從不放棄 一顆顆神乎奇蹟的蛋雕作品 是他畢生心血結晶 而太太無私的愛 更讓這些蛋雕 閃爍著動人光輝 也是蛋雕作品背後最美的故事 托爾斯泰說 藝術是人間傳達情感的方式 而今天的故事主角 他們也用自己的方法 在詮釋藝術 不管他們表現的手法是雕刻 或者是玻璃工藝 甚至於文物修復師 它是致力於讓文物 可以永遠的流傳保存下來 還有手工智末大師陳佳德 雖然他沒有直接從事藝術創作 但他的努力 也讓書法還有水墨作品 更加靈動 而藝術的最高境界 不正是感動兩個字嗎 我們會繼續帶您去尋找 這股感動台灣的力量 感謝您今天的加入 我是陳佳怡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會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